這段採訪要為大家請了財經評論員李世民先生 西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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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講幾個話題 一個就是講人民幣還在下跌 債案和離案 看到中國人民銀行現在在降準外匯儲備金螺 為什麼會這樣降準 但是人民幣又會繼續下跌呢? 另外一個最關鍵的話題就是講一講 貨碼傻備 就是貨碼央備 現在都知道中國在研究 試行 但是其實世界上各個國家 試行的國家都不多 香港政府也都有這些信息傳出來 他們都一樣會研究在香港實行一個數碼貨幣 其實數碼貨幣在一般普通人的心目中 都是覺得比較抽象 所以今天最主要的話題是想問西曼幫我們說一下這個話題 不過我先講第一個話題 西曼 為什麼呢? 現在看到債案和離案人民幣都跌到差不多到7.2了 中國人民銀行都在做事 但是現在都止不了跌 首先你分享給我的新聞 就是把存款準備金又再提升 因為之前是降過準的 沒有多久之前 現在就反手加回 然後那個新聞的後半部分就是人民幣繼續跌 有時候你把兩件關係的東西放在一起就好像有關係 那麼這個新聞的問題就是 他覺得提高存款準備金 應該人民幣匯率應該要止跌才對的 他甚至乎假設提高存款準備金就是為了要控制人民幣匯價 那麼各位 首先大家要明白就是人民幣不是一個自由流通貨幣 如果是其他國家自由流通貨幣 你走去這樣調控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透過存款準備金率 那可能都會影響到匯率的 真的是 但是在大陸人民幣放多少出來 收多少進去 基本上完全不是一個透過這個銀行的宏觀調控去做的 你是透過你行政上面選擇給多少人民幣出出入入 所以跟存款準備金率是沒有關係的 你看到之前存款準備金率下跌的時候 人民幣匯率又下跌 就好像兩者有些關係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你都不止一次問我的了 人民幣匯率為什麼不夠 為什麼有它跌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今時今日 匯率高低 和出口的關係已經不是很大 以前那些 教科書就說 匯率下跌就好 有助出口 其實整件事就沒有邏輯的 因為你進口的東西又貴了 以前的世界就是少一點進口 多一點出口就好 這個說法就假設每個國家做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你又種小麥 我又種小麥 為什麼我要去你買小麥 我自己種不好嗎 在以前的世界就有這種保護主義 但是今時今日的國家都不同 中國是要靠入口能源 要靠入口糧食 不是說你自己想做就做 你做不來 你做不到 14億人的需求是大到你必須要靠進口的這些東西 中國出口的叫勞動力 出口的勞動力在其他地方以前沒有什麼競爭 現在就多一點 印度、東南亞等等地方都有些競爭 甚至乎現在很多時候都用機器自動化取代勞力 所以 其實你的出口的競爭也不是看價錢 人的勞動力再便宜也不夠機器便宜 所以你說透過匯率調控去刺激出口 這些就完全是讀錯書的了 那你唯有就是 匯率現在唯一我覺得比較明顯的影響是什麼呢 你有些東西你沒得選擇 你必須要入口 現在你匯率低的時候 你入口的能源 食材、糧食、糧食、副產品等等 是會貴了 這些入口價貴了是直接影響你自己的物價 直接令到消費物價上 直接令到人民的生活痛苦的 所以理論上正路 你看現在歐洲國家 各個國家為何又要加息 又說要干預他們自己的匯率 日本就已經是最好的例子了 剛剛已經干預了一次了 應該就不夠了 你看歐洲其他國家為何要跟著加息 要去控制他的資金 原因就是入口價格太貴 但是有些入口價格就算現在這樣攪拌 也是攪拌不了 因為能源你基本上要依賴俄羅斯 你沒有就是沒有 中國在這一段日子 其實他的入口價格有些地方 緩和了的壓力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他在俄羅斯買到天然氣 即是這個東氣西 即是他這個東氣西書 西氣東書 對不起西氣東書 就是由俄羅斯買的天然氣 問題就是 現在中國除了可以買氣之外 你還有其他東西要買 不是每樣東西都可以在俄羅斯和中亞入口 之前說的鐵礦砂 諸如此類的那些 你沒有就是沒有 那你怎麼處理呢 那所以才有人說 人民幣匯率這樣跌下去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當然是有影響的 問題就是 到不到你救得到了 因為現在為什麼人民幣 剛才也說了 人民幣再按好來按好 那個匯率某程度上是一個行政 控制得到的 你如果兩個價格差太遠 那你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有些人真的會一磚磚人民幣 這樣運下來 以前香港都發生過 人民幣在岸的價錢 你硬做到它不合理地高 想著就是跟別人簽外國合約的時候 你可以定一個官價 那官價就是對你自己有理的 但是民間外邊黑市價 拿了你那些之後 是要鑒平鑒錢的那種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你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有些人真的會 去抬一些人民幣去 即是實物的人民幣 以前香港也發生了一些這樣的故事 一劫劫的人民幣拿上拿下 但是這些是犯法的事情 我想說一下 但是這個國家犯法的事情 就無所謂出現的了 好 今時今日你說 哇 你說那些搞笑嗎 現在說那些幾十億 你知道那些幾十億 你怎麼運呢 不能就這樣運 你沒有那麼多銀子 那我也明白 所以其實你從2005年開始 你開始改那個匯率制度 已經沒有這支這樣的歌唱 沒有可以這樣偷運錢 但是你還是有匯率管制 你還是有外匯管制 不是說要換就換 曾經有一段日子 你在大陸拿著人民幣 你要去外邊買東西 你要有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 例如我幫國家去買 就是策略性資產 那麼它就批你一百幾十億 可以拿出去買一家油公司 或者你出去買其他的 就是戰略性的技術 那麼在那個時候 你有這種特權 其實本身已經是賺到錢了 到後來就是透過股市 你在香港有一家上市公司 你就可以容易一點調錢下來 但是這個匯款本身 都還是一個這樣的 我們稱之為很無斷的一個過程 那麼現在你說 為什麼它被人民幣去弱呢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任何國家但凡出現 有資金流走的現象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用的方法就是透過貶值 去減少資金流走 你們很喜歡說的走資 令到那個走資的壓力減少了 所以其實現在在大陸的情況就是這樣 他們自己的樓市泡沫爆破了 股市泡沫就在2015年已經爆破了 早就爆破了 樓市就在這幾年爆破了 你在大陸裡面如果你有些錢 不知道為什麼你還有些錢 或者你賺到一些外匯 你拿著一些錢 第一件事你想什麼 將錢沒有地方放的 當然是想著將錢拿出去 現在這個時候貶值就是要懲罰你那些拿錢出去的人 令你要拿錢出去的時候 你付出的成本更加高 某一程度上 其實所有國家都有這樣的事情 當時日本在1995年之後 都做了類似的事情 也是將他們當時日元 由高位一路貶值到亞洲金融風暴的高峰 就是由84日元兌1美元 一路干預一路沽 沽到147日元兌1美元 當時就是透過日元貶值 去令到資金留在日本 不要流出去 這個才是那個重點 所以你說現在為什麼他繼續要貶呢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為何之前要降準 要減息 要定向降準 把資金留去某些地方 原因就是因為銀行 你看看是資產負債表在收縮 你希望資金留在這個場內的世界 但是偏偏有人想拿錢走 他就要用貶值這個方法 去減少資金流出的壓力 所以人民幣貶值是為了防止資金留走 第二跟降準或者增加存款上資金沒有什麼關係 之前就剛剛其實沒有多久的 降準 現在加回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你說降準對於衝脹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有沒有用 其實未必有用 因為你降準他就不需要再去槓桿 就是他不需要縮表而已 問題現在根本不是銀行主動去縮他們的資產負債表 現在是房地產發展商借不到錢 你降準他不會借到出去 那怎麼辦呢 你多了那些錢又是解決不了 所以其實你看到現在他們根本就是管理宏觀經濟的方針 他們都亂了 你通常有一個方向性 你知道我這一陣子我要做這件事 一次不行做兩次做三次 那當然你說要讚他人民銀行 你可以說他看到這一招不行 立刻會轉手勢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說他有靈活彈性 貼近市場默搏 你可以這樣讚他 但是你也可以說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現在其實大陸的情況就是 他的銀行的問題 他們都不會怎樣去處理 那所以才會有這頭 剛剛降完准轉頭又加回這樣的情況 falling 他會想要看